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从来都是自己高兴就行 我不是不爱她了 我觉得现在需要一点时间 有请队队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陈29岁 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志28岁 来自天津保险代理人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今天为什么二来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现在是挺久的 已经在一起四年了 但是随着时间又要越长了 我觉得她现在都有态度越来越差 然后变得不耐烦 尤其是她现在生活中 是一个躺平的一个状态 而且对我特别没有耐心 我跟她一旦沟通起来呢 她就拒绝跟我沟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 我们这段感情该不该继续走下去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在19年的时候 然后在饭局上呢 她对我挺好的 就也比较细心 知道我不爱吃辣的东西 然后就会把不辣的东西 推到我面前 我觉得她还挺好挺细心的 然后我们就加上微信好友了 然后当时聊了大概几个月 我觉得就是可以确定关系了 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她的工作之前 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然后堆积海外市场 然后那个时候20年的时候 那个海外的市场不景气 她的公司呢 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营下去了 导致她被迫失业 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被迫失业 因为那会儿 公司也给我开出了条件 想让我去国外 说进修一下 锻炼一下 然后回来的时候 如果国内的话 如果说再重组的话 可以当一个领导了或什么的 但是那会儿呢 因为我们俩刚在一起 然后也处于热恋期 也确实是不想跟她分开 她也不愿意让我走 所以说呢 我就毅然决然地 就放弃这个机会了 然后选择留在这陪她 对 因为当时 确实是我舍不得她 就不让她就离开我 然后她因为我 就拒绝那个机会 门了以后 我还挺感动的 我觉得这个男人 是真的挺爱我的 然后我就说 我说没有关系 然后你在家歇几个月吧 然后之前我们也有积蓄 然后我也正常工作 这个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最傻的事情吧 就为了表明我是爱你的 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但是当时真的是觉得 特别的感动 就从来没有人 愿意为我做到这个地步 然后我就说 你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吧 之前工作也挺累的 我就不催你 你就慢慢找嘛 对吧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 越来越久 我就觉得她的一找 就找了三年 然后中间我就觉得 压力挺大的 因为我们的日常开销 还是蛮大的 我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呢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 工作这个东西 它肯定是一个长久性的 如果说我找的话 我肯定想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工作 但是她呢就一直在逼我 说你随便找一个工作 什么都可以 你先干着 但是呢因为我以前 可能说以前的工作 收入其实也挺可观的 一个月可能两三万块钱 然后但是你现在 让我去找一个一个月 四千块钱的工作 比如说 我就觉得这中间的落差会很大 而且确实是不太好找 所以说那会儿我就感觉 心里落差是有点大 也不想出去去干那种工作 就老觉得那种工作 其实就是费力不讨好 对 然后我就没有再逼着她 去找工作了 我就说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你不找工作 空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嘛 我说我出钱 咱们去网上学习一下 因为她那个高中毕业 然后学历不太高 我就说咱们就网上学学吧 对吧 我说我都出钱了 我都愿意给你出钱 让你去学了 她一口就拒绝我了 就说你不要管我的事情 然后你不要过度地干涉我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这个事情 又吵了一下 根本就不是谁出钱的原因 然后她呢 就是一直想让我往上考一考 因为我学历确实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这个人吧 本身就不太爱学习 其实我一直就觉得 能力肯定是比学历重要 就是 那学习怎么会有能力 因为我觉得社会经验 是比学习重要的 而且我这个人吧 就是特别不爱学习 而且我也觉得 我如果去考了 我也考不上 因为我对自己几近几点 我还是清楚的 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去了 我也是考不上的 所以说我就不想去 对 她当时跟我说 就是跟我解释完了以后 我觉得她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如果我强迫她去学习 她反而听不进去 然后我还浪费钱 对吧 我就说那没有关系 那咱们就慢慢找个工作嘛 对吧 我也不强迫你了 那个时候我们感情也挺好的 不想因为这点事 影响我们的感情 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 你最后是怎么做的呢 21年的时候 有一次她朋友给我打个电话 就是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 她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她欠了他们好多钱 让我抓紧时间还钱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她也没跟我提过 完了以后 我当时就特别着急回家 我就问她 我说你朋友 说你欠他们钱了 怎么回事 她一开始不跟我说 后来我当时 就真的是情绪特别不好 就是哭得不行 我就去问她 我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吗 你跟我说出来 咱俩一起承担 对吧 她后来才告诉我说 她之前所有的积蓄 都用来投资了 然后觉得投资的钱不够 她又去找她朋友 借了好多的钱 包括她当时有一辆车 都卖了都投进去了 最后所有的钱 都血本无归 然后我当时真的 听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真的觉得 就是那不是一笔小钱 那你辛辛苦苦我 工作这么多年 你才攒下来这么点钱 然后让你 就是被别人说了两句 都投进去 当时就觉得 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没有不考虑你的感受 首先我觉得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因为那会儿 我也确实是失业了 我也着急 然后我也想让咱们 生活得更好 然后想往家里进钱 那我那会儿 看到一个投资项目 其实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把所有的钱 都投进去了 然后投进去呢 这笔钱就赔了等于说 赔了之后 我就有点着急了 我就去找朋友 借了一笔钱 然后欠了多少 大概那会儿是欠了 四十多万吧 我当时情绪特别不好 然后他就跟我道歉 说对不起 他可能当时就是 鬼迷心跳了吧 然后就一直说说 就道歉嘛 然后我看他 可能也是为了我们以后 真的是比较着急那种 我就原谅他了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没有关系 这个钱我跟你一起 我们慢慢还 对吧 早晚可能还钱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 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而且你一定要答应 我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第一时间跟我沟通 我当时一口答案的特别的好 他说以后什么都听我的 但是后来又被我发现 两三次 又找他朋友借钱 又都投进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真的 就觉得 这个人就是 心里一点都不在乎 我的感受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提了分手 嗯 我就一直觉得 我把我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 然后车也卖了 我就觉得 心里有股劲 就感觉特别不服 因为我就觉得 我可能就是运气不好 然后我也因为欠了朋友 那么多钱 我也没办法还他们 所以说我就心里 特别着急 就想着赶紧再拿一笔钱 然后投进去 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下 然后但是没想到 他最后又赔进去了 当时我也确实答应他了 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碰过这个 投资这一块东西 但是你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根本就没有 你要哪怕多考虑一下 我的想法 你都不会再去碰这个东西 我没有不考虑你的想法 我那会想的就是 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当时情绪就特别的不好 就是我们分手了以后 大概起就是分了 分手了 对 当时分手了 真好啊 很明智啊 分了就是一个多月吧 他那个时候就每天来找我 就跟我道歉 然后我那个时候 就也是内心挺煎熬的 就是我也舍不得 我们这段感情 然后我看他的状态 也是确实真的认识到错误 然后我就说我说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吧 复合 对 又复合了 复合之后呢 复合之后 我就真的觉得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整个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怎么变了 就后面就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 就后面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饮食方面的问题嘛 然后胖了很多 就大概胖了二三十斤的那种 然后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太好 他就每天在我耳边 说一些个特别伤我自尊的话 就说你看你今天胖的 我带你出去 我都没法见人 他说你赶紧减肥吧行吗 你少吃两口 就每天在我耳边都说这种话 然后就是有点打击到我的自尊心了吧 当时就用了一些个不太好的方式去减肥 大概起半个月的时间 瘦了十几二十斤的那种 然后导致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差 那你说我当初跟你说那些话 我是不是跟你开玩笑说的 你有用这种话开玩笑的吗 我并没有认真跟你说 因为你那会你也清楚 你那会天天高油高糖 你那段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胖了二三十斤 然后我是不是想让你健康一点 就督促你说减肥一下 然后我也没说 非让你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来减肥 但是你说那种话 特别伤我的自尊心 那我是不是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说运动一下 因为我本来就有点胖 所以说我胖了之后 就感觉身体是不太好 然后他那会呢 因为短时间胖了那么多 我就怕他身体吃不消 因为我平时跟他好好说话 他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所以说我可能 会用一点讽刺的语言 然后来督促你减一下肥 我也是为了他好呀 你什么时候为他好啊 为他好你不去上班啊 债你还帮他还吗 还 对呀 您上班去呀 您真为他好 您在这挑肥减瘦的 他就总是打着为我好的名号 来做一些个伤害我的事 你要是真的为我好 那后面公司派我去北京发展 那么好的机会 那你为什么阻拦我不让我去呢 其实我们那会他有个机会去北京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复合 然后他突然就告诉我他要去北京了 然后我心里呢就特别接受不了 因为我那会想的就是我当初为了你 然后放弃了去国外的机会 你现在就要抛弃我去北京了 我为什么去北京 还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压力太大了 对吧 我让你工作你也不工作 所有的压力都在我身上 我想的就是我去北京发展的话 那个时候工资会更高一点嘛 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能减轻点压力 他反而一点都不理解我 跟我大骂了一顿 去没去啊 最后没去 因为我也考虑到 确实是我们两个刚复合不久嘛 去了以后 就好像抛弃他一个人在这边一样 啥抛弃啊一个大男人呢 反正也没工作 为什么不能去北京跟着啊 因为我来天津好多年了 然后就朋友了什么都在这边 三年都找到一份工作 你有什么朋友啊 然后因为就想着北京 你为什么呀 北京节奏也是太快了 北京节奏快你多大呀 你欠那么多债 让一姑娘给你打工偿还 你来一个北京节奏太快你不去 你说你 哎呦我真是 你说什么 有理由吗 不太想去就不想去 你不就懒吗 怎么好意思说呢 他没结婚呢 这就吃干马尽敲骨吸髓的 两个人现在租房子吗 租房子 谁出房租 我出房租 谁买菜 我买菜 谁养谁 好意思说天津有什么朋友 朋友站出来拿个喇叭喊一嗓子 哥们出来给个活干 有人搭理你吗 人脉 人脉在哪呢 朋友也介绍过工作确实是 为什么不去啊 因为就觉得不太合适自己 懒嘛 就吃软饭合适是吗 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工作不太满意 那个工作太累了 像北京没去成呗 对 没去成 就因为没有去成嘛 然后我就觉得 就更应该在天津多奋斗奋斗吧 多挣点钱 然后我就拼命工作那种 因为之前减肥嘛 导致我身体也很差 然后工作有点太拼命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经常生病 有一次我就发烧 发烧到了四十多 然后整个那种意识快 不太模糊的那种 就是不太清醒了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特别脆弱 特别需要人照顾嘛 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 你可倒好 你连夜跑你朋友家去了 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告诉我过两天我再回来 然后我 因为我不是说没有照顾他 我带他去医院了 因为那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发烧感冒 然后我带他去医院了 医院也给他开退烧药了 然后我那会心里就想的是 我说你可不可以在家里待两天 然后吃点药 因为我那会怕 他把我也传染了 然后我们俩都高烧了 谁也照顾不了谁 然后我想的是 是不是咱们两个人 可以留一个健康的人 那我回来之后 是不是也给你做饭 然后削水果 给你喂药 安全马后的 我是不是都干了呀 但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啊 但是我 你不觉得我把我的诉求跟你说了 我说我当时挺需要你的 哪怕你就在我旁边 什么也不干 我都特别的满足 那当成我什么都不干的话 有什么用呢 那咱们两个人都病倒在床上了 谁都照顾不了谁 那要是我也特别难受 那我让你起来给我倒杯水 你能起得来吗 那你不怕我当时 发烧晕倒在家里面 知道是吗 那咱俩当时不是 随时都是在有联系吗 那你如果说你 不是那你不是都出去了 怎么还回来照顾他呢 如果说他确实是不太好的话 情况特别不好的话 那我可以回来 但是那会情况 还是比较稳定的 哎呀 太混账了呀 当时我在家烧了三天嘛 高烧烧了三天 三天以后他是回来了 就是确实也是照顾我嘛 就弄饭啊 就是买水果啊 但是我觉得 我当时还是觉得特别的委屈 还不离开啊 就是我有的时候 就挺矛盾的觉得 就是我们产完假以后 他虽然也照顾我嘛 然后照顾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感动的 感动什么呀 你花钱雇个人也可以啊 管吃 管喝 提供情绪价值 您还帮我还钱 我就给您倒两杯水 帮您做个饭 我愿意干啊 你不信天一告示 都愿意干 这你听不下去了 你有点欺负人了小子 三年了 太欺负人了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种事情 经常吵架嘛 吵完以后 我就觉得是那种 自我安慰的那种 我觉得算了 没有必要 对吧 因为这么点事 完了我就觉得 他有的时候说的是 又有点正确 好像又有点道理的样子 啥道理 咋正确 你给我说说 我觉得就是 就比如说我生病嘛 我就觉得确实是 假如说他跟我都病了 谁也不一定能照顾了谁 到时候两个人 都躺床上 行行行行行 您愿意 就当我没说 这不是挺好吗 今天来为什么呢 就是但是后面吧 我就觉得我越忍受 他好像越得寸坚持一样 然后就我们 两个就是三天两头 就那种吵架 对啥事吵 后面我就是我 情绪不太好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 没有办法沟通 没有办法发泄 然后我就会去找我闺蜜 然后他们家住的比较远 有时候吃完饭 可能比较晚了 九十点钟 人家就担心我的安全 就说你住我家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我就不回去住去了吧 啊好家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出到他逆临了 五分钟一个电话 十分钟一个视频 半夜十二点 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回来 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我半夜十二点 他们怎么回去 因为我从来就没阻止过 你跟你闺蜜玩 或者说你跟你闺蜜聊天 什么都可以 但我觉得 其实你没有必要 完全夜不归宿呀 而且你闺蜜那个人 什么人 你心里没输吗 我闺蜜怎么了 你闺蜜天天 就在背后说我坏话 然后天天就窜着 咱俩分手 你觉得我能放心 你去她那吗 那她说你坏话 你心里没有输吗 她为什么说你啊 还不是她觉得我受委屈了 那我现在 你是觉得受委屈了 那我好的时候 那我工作好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就我现在失业了 然后她就觉得 我哪哪都不行了呗 然后就是 她去她女闺蜜家 是夜不归宿 这个可以说 那你那个男闺蜜呢 就有一次 我们是周年纪念 然后我呢 把餐厅 然后什么都订好了 然后她呢 就突然接了一个 她男闺蜜的电话 然后她扔下我就走了 问都没问我 然后就把我留在那儿了 那你让我当时 我当时 后面是不是给你解释了 人家当时出车祸了 然后我们几个朋友 都看到了 然后就比较着急 怕她出什么大事 我们就说去看看她 就去医院 人家都说一块去 我能跟你说你们去吧 我跟我对象 过周年纪念日呢 我能吗 那她出生过 为什么非得找你 人家不是也在关心我吗 那她生病了 为什么非得找你呀 她出生过 人家没找我 她没有家人吗 她没有家人吗 你去了有什么用呢 那你是医生吗 那为什么非得在 这种日子 然后你把我自己扔那儿了 那你让我当时 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还有平时 她男闺蜜就天天 给她发信息 然后就一直在 跟她男闺蜜聊 那你说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那我们聊什么别的事了吗 我们聊的正事行吗 还有 那你说你男闺蜜 是 你跟她聊正事 那本来咱现在生活上 压力就挺大的了 其实 那你前男友找你借钱 然后她就二话没说 给她前男友 转了两千块钱 不是 人家跟我说 人家生病了 当时着急用钱 我说 那我们都那么多年不联系 连人突然联系 我肯定是有急事嘛 我当时就借了对吧 那你为什么就是 她为什么能找到你呢 她就是为什么非得找你借钱呢 她没有朋友嘛 那肯定是她找别人没借着呀 你看她就是这样 就说什么她 怎样啊 一个未婚女性 自己的一个异性朋友 出了车祸了 相约几个朋友去看 我觉得没问题啊 当时那是我们周年纪念 有什么我 什么周年纪念 谁跟你周年纪念呀 如果说是普通的病 不去看就算了 这叫没人味了 你怎么会有朋友呢 一个朋友出了车祸了 大家相约说去看一眼 跟你那周年纪念 怎么医院去完 接着过不就完了吗 你的闺蜜什么的 应该对她评价不高对吧 不高 好像还做了一个闺蜜的 一个采访 你听听你在她的周边朋友的 那个心目当中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这听不下去了你知道 太欺负人了 三年多就靠一姑娘养 还是一姑娘给还着债 还要这样啊 真是 你知道吗 他俩平时吵架 他自己骂得比我还凶 其实道理上他比谁都明白 但是啊 就是只要一回去 他俩就马上就和好 真的特别多次了 但是我自己挺无语的 反正我觉得他俩 应该是不会分手的 就我们身边几个好朋友 真的劝得特别多次 这不最后也是没分成 而且你知道吗 他对象 他就是个吃晚饭的 而且还吃得特别硬气 我真的很心疼他 你们这次要是真的 能把他说通了 能分了 真的是做了件好人好事 真的 就咱简单的 就听几件事 就受不了嘛 比如说借别人钱他管 那你日常消费他 会不会管 也会 我连我自己支配 我自己工资的权利 都没有了嘛 我平常生活任务 就已经为了你 去节省了 就能不多花钱 多不花钱了 我平常买一个 百八十块钱的东西 买点化妆品什么的 他都在那推三组四的 觉得你为什么要乱花钱啊 你能不能省点钱啊 就一直在说我 觉得真的特别的委屈 你平时找我要钱 那时候我什么时候 我推托过 我什么时候不是二话不说 就直接转给你了 你当时那是买了 百八十块钱的东西吗 那我当时没有说不让你买 我只是说咱可不可以 别买那么多 那你买那些化妆品 就堆在家里 你也不用也不开封 到最后它是不是就 就没有用了 那我意思是 那我有用的时候 万一我突然有急事 用着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买它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啊 那我意思是 咱是不是因为 现在咱俩生活 确实是有点不太富裕 那我是不是想着 可以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我觉得那些熟 您挣钱去行吗 因为我平时我也有时候 我也会出去兼职去呀 哎呀 您真伟大呀 你别给兼职 我都不想说了真的是 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劝他说 可不可以把钱就是花在 就是该花的地方 不可以 该不该花是由 挣钱的人决定的 你们还不是合法夫妻呢 凭什么呀 不是 这太欺负人了 你妈知道这情况吗 你就别再说花钱这事 已经听不下 你妈知道这情况吗 你家里人知道 你对爱谈成这个鬼样子吗 不知道 都觉得他挺好的 因为报喜不报忧嘛 我从来也不会跟家里人 说他不好的点 就一直在维护他 他平时在我家里面面前 那家伙那真的是 那装样子装的可好了 你知道我家里人 给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就是那种 他们就每天都在催我 就是着急结婚那种 你要是不想跟我结婚 你干嘛废在我家里面前 乱当了好人 我给你面子 你给我什么呢 啥意思 你家人催婚 催你嫁给他 对 因为他在我家里面前 特别好 就是我父母一直在夸他 特别的优秀的那种 一直推我 说赶紧盯下来吧 他父母知道有你存在吗 说到这件事 我就跟我来起了 大家在一块四年了 就他父母 连我面都没见过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父母知不知道 我这个人存在 我就不知道 他家里是不是还有 另外一个女朋友 我就每次跟他说 去见你父母吧 完了以后他每次都跟我说 我有自己的打算 然后你别催你别着急 他每次都这么跟我说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跟家里说 但到最后我不是失业了吗 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 那你说我那会怎么跟家里说呢 我自己都没有脸回去 那我怎么跟家里说 我说我 你为啥没脸回去 我说我在外面失业了 不是你为啥没脸回去 我怎么面对家里人呀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你怎么能面对他呢 那我就告诉我家里人 我欠了一屁股债 车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你本来就应该说呀 你就是欠了一屁股债 你就车没了 你怎么了 你有什么面子有什么脸啊 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跟家里人说 关键是你不工作 你有什么脸啊 因为我家也是那种 比较传统的家庭 就是我要跟他们说了 我有个四年的女朋友 那我家里肯定也催婚 那到时候 所以你就是不想娶她呗 我不是不想娶她 我是觉得 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到啊 小伙子 那起码等 咱们都生活比较稳定一点 您生活稳定的时候 还会有她吗 我都给了你四年的时间了 对吧 我还有多少个四年 我能慢慢等你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你那闺蜜是人间清醒啊 你闺蜜的话 现在就在我耳旁 骂的时候 她比谁都骂得很 道理她都知道 但是就是离不开 下面再给你们听一个采访 是女方母亲的 你们听听女方母亲的采访 来 听听 我觉得小传这孩子多好啊 她们俩在一块都四年了 我们就希望她们赶紧结婚 别拖着了 我们家有点事 人家就过来帮忙 对她也挺好的 天天给她做饭 人家老是芭蕉的 她就太挑剔了 我都不明白 她还在犹豫什么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挑剔什么 抓点紧吧 你明明知道我家恋人 对我的压力有多大 高手啊 高手啊这是一个 哎呀 可以 所以你看今天她一副那个 你们能拿我怎么着啊 我发现你谈恋爱 你真是有一套啊 就是你让一个女人 死心塌地地为你啊 你是真厉害 你是怎么做到 因为我前妻对她 肯定也是到位的 您所谓的到位是指什么 就是她喜欢什么 我都给她买呀 然后什么日子 我也带她出去吃吃喝喝 然后这些该有的都有 就是在她的身上 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没细算过 姑娘算算 贵重的东西 我也不找她要 不是我就问你 人家给你买的最贵重的是什么呀 当时可能是买了一个香水吧 哦 香水啊 我给你买过一条项链 记得可是真清楚 对呀 姑娘 你这三年提她 还了多少外债 你心里有数吗 有 多少钱啊 二十多万呢 还没算生活费是吧 对 您这贴得真是 哎呀 这个您确实说的 学历不能代表能力 我现在对您说这话 我深深地折服 这叫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我的天哪 真厉害呀 我也不指望今天你能清醒啊 就是你们俩来了就 我的天啊我真是 去 我就 就 就 关键你在想她妈说那话 姑娘 哎呦你你爱谁谁吧你 佩服你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先问一下 你替她还账还那二十多万 姑娘 回来啊 注意力 注意力回来 现在请清醒 请清醒 第一你是她老婆吗 不是 你不是她老婆 那二十多万 注意 清醒地回答我 是借的 还是赠予 清醒点 是借的 还是赠予 赠予 赠予 这个赠予的前提 我一会交给你 拿着你的钱 正在还外债 她不拒绝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一把投进去 那不是脚踏实地 那个叫投机 你是想架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呢 还是想架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我肯定是想架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她拒绝了脚踏实地 她自己选择是投机 你明白吗 这是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可能是你改变不了的 然后另外 一会儿你仔细听张老师给你讲啊 就是赠予和借这事 我想问问小陈啊 她把你还了二十多万 这钱你打算还她吗 还 什么时候还 等我有工作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有工作 我也正在找 你什么时候能找到 这个我不确定 那你是不是空中楼阁吗 一个男人不能给你现实的安稳 甚至 用了你的钱 什么时候能还不知道 至少她承认这个钱是借的 什么叫借 借贷 什么叫赠予 区别很简单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那叫借贷 借了就是肉包打狗 有去无回 那就是白给 就是赠予 爱一个人 愿意为之付出 这份感情没有错啊 姑娘 但是呢 你要记住一点 一定要带眼识人 我从来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软饭硬吃 吃到这么理直气壮的人啊 清醒一点嘛 好吗 爱要给值得托付的人 姑娘 你看你啊 恋爱脑 圣母心 不配得感 西上满下 所有的事情你全部都有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她不断地告诉你我为你付出什么 她不断地有一副我可怜兮兮的样子 她不断地向你保证 承诺我们未来有多美好 无非就是给你制造幻想 让你始终沉浸在其中 沉浸在其中之后 你付出的越来越多 付出越来越多 你的沉默成本就越来越高 然后你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 难道我就这么算了吧 她给了我那么好的体验 她给了我那么多的 情绪上的达到了高峰 又到了低谷 又达到了高峰 她所有给你的那些体验 都是她在营造的一个氛围 你现在面前有一个笼子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脚踩进去 可能对于你来说 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但是你这脚如果不踩进去 你翻身往上游 可能对于你来说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有很多朋友养宠物 有人养狗 狗很好啊 忠诚 有人养猫 猫很好啊 漂亮 可没有人养蟑螂的 养蟑螂还不是不养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这样 前男友借你的两千块钱 还了没有啊 没有 没有 那就是了 成为了前任 还要找你借钱 你前任得多买带 你为什么走到哪里 都是一副 我是提款机哦 你是有多大的 家大业大 可以支撑你自己的豪华 有吗 没有 我好好挣钱去 我今天对你没啥好说的 我对你那闺蜜有话说 我希望你身边所有的女孩子 远离你 谁跟你做朋友 你就是能量的一个吸附的 然后你把所有人的好心 吸附过去 你说出来的话 比每一个朋友讲的都清醒 然后让每一个朋友觉得自己的关心都多余 但是不得不接受你在那里负能量的吐槽 听你阴阴阴的哭 听你一通乱骂 然后再看着你跟那个人抱在一块去了 朋友自己觉得无比尴尬 你不配有朋友 这个米娜老师都说她不能有朋友了 咱们还得留点 是这样啊 就是你得配有父母 你特别怕跟父母承认你挑错了吗 对 就是在父母那儿 你得反复地去粉饰 你挑的这个男人有多好 你就跟你父母承认 是的 过去三年我瞎了眼挑错了 说句实话有那么难吗 我也不是你朋友 我也不是你父母 咱不掺金不带雇 你跟我说 过去这三年你挑错人了吗 我觉得自己挑错了 你刚才说挑错了是吧 播出之后 你爸爸妈妈也会看到 你挑错了 你何妨站着跟你父母承认 过去三年女儿挑错了 做得出来吗 唉 做 做不太出来 他们看到了 做得出来吗 过去三年我挑错了 做得出来 既然你愿意做哈 现在就对着镜头 跟爸爸妈妈承认 妈妈什么反应在她 起码你能轻松点 来试试 我觉得过去三年我挑错了 好嘞 刚才呢你看到了一个配合 红白脸 二十郎当岁的男人说 我能失业三年 你觉得这件事是不是 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气的就不行了呢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愤怒吗 这个愤怒来自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 怎么可以一个那么年轻的男孩子 可以把自己弄成这样 吃别人的用别人的 还得跟这姑娘的父母去演戏 缺不缺得 那边老人还盼着呢 哎呦这小伙子正好赶紧嫁吧 连自己的父母都骗缺不缺得 你自己想 其他的没什么好说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其实通过今天这么多嘉宾说的这些 我也可能 因为我从前可能从来没觉得自己错过 但是今天听了这么多话 我觉得可能是我确实是方式上和 其他方面可能确实出了问题 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让我慢慢地编好可以吗 我觉得我现在跟你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的痛苦 我现在真的不想再欺骗自己了 我不想再自己自我安慰 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段关系 能不能再继续走下去 谢谢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跟你说真气着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和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 来预测一下结果吧 我觉得都不会出来了吧 因为被看穿了再出来就没意思了 男方还会出来的 但我希望女方真的不要再出来了 来看看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这个这个对这个结局不置凭 未见得是个好结局 因为在现实生活里不就这样吗 离开了又回去了吗 行吧 那是别人选择的人生 只是特别希望和提醒电视机前 妈妈们吧 咱擦亮眼睛啊 好好地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 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